你们记得以前那个 宝鼠牙和观众的故事? 我们以前都听到 他们很多两个故事 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我忍不住也要再告诉你们 然后我看你们中国人 那个古代的圣贤非常多的人物 然后大家都没有学习功课 太可惜了 所以有空吗 提醒一下 现在我们讲那个 宝鼠牙他要推荐那个观众的时候 他怎么做的 很漂亮 宝鼠牙到那个阳府那个地方 开那个酒车 因为观众那个时候 被灌在酒车里面 因为他以前射中那个 齐王一剑 他射到这里而已 然后他撞死跑了 跑回去当王了 那么所以 他就逃上别的国家去了 逃上别国家了以后 因为宝鼠牙知道观众是人才 赶快抓回来 抓回来给那个齐王公 齐王公那个重用 因为宝鼠牙知道 观众就是世界品鉴下的那个彩香 没有他 中国那个时候没有办法结合在一起 没有和平这样子 所以他用尽办法救他的朋友回来 他过去那个要人的时候 他叫他部下过去要人 结果另外那个国家 管众避难那个国家 有一个很有才华的 他看中的 他看到那个管众 他说 陛下你不能放这个人 你如果不用他 你就杀了他 哇 好厉害 好恐怖 有才的 很恐怖 那个国王说 为什么要用他 为什么又要杀他呢 他说那个财臣 那个很聪明那个官 在那个避难的国家就说 因为观众啊 这是世界大才人啊 如果现在他回去齐王公那边 一定会得重用 然后你就完了 不然你不用他的话 你就要杀他 不要漏到别人的那个手上 太危险了 政治是这样子 这么恐怖啊 难得得一个财人 你不用别人用也可以 有什么关系呢 大概不需要关于法门的缘故 不知道分享的那种精神 高雅的理想 所以才这么这样子 那个国王本来也听了 因为这个大官是非常有智慧的嘛 所以他本来避难的国家 本来想杀馆仲啊 结果那个保鼠牙那个什么 保鼠牙那个部下更聪明啊 他说 现在你如果杀这个人 然后还尸体给我们的话 就等于没有还一样啊 就你就看不中我的国王啊 因为他这个人管中 以前射中我的君王啊 那个仇啊 他没有报 他就会死不瞑目 这个是苦肉气嘛 如果陛下不还给这个犯人 给我的国王精神主理的话 我恐怕我们两个那个国家 会有振奋喔 那个国王听了就没办法了 因为他的国好像比较弱嘛 而且也没什么理由 杀人家的那个仇人啊 哎呀 没有理由 所以知道是知道了 没办法就吞下去了 两个了 国王和那个大官也一起吞了 然后我就送他回去了 送他回去 你们也知道 管中也很厉害 他也知道那个大官 一定会追到他后面杀嘛 所以他赶快自己叫很多歌 歌送出来 给那些带犯人的那个病啊 他赶快跑啊 这样他们一边唱歌 一边走 很快很快 所以那个避难国家 那个大官有吹他后面想杀 不过吹不上了 也好厉害 大家都好厉害 哇 听也好厉害啊 我们如果这么厉害 多好呢 好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背景了 你们都知道了 万一有一些外国人不知道吗 所以我是要讲了那个多余一点 给他们了解一点 不然突然间 这保暑牙又冒出来当财商 真的觉得不好意思 好 现在保暑牙已经成功了 把他的朋友救回来了 那管仲也有成功救自己 在那个饭车里面 有救自己回来了 然后就到那个 养父那个地方 一个地方就停了啦 到他们的国家啦 那个时候都骑过嘛 保暑牙都骑过 然后他就跑过来 那个保暑牙听到那个管仲来了 他马上就过去接他 接然后把那个酒车打开了 把他放他 马上放他 这个管仲就说 还没有得到那个命令 你不要再开门了啦 我要那么快开门啦 那保暑牙说 别怕 我快要给你跟那个齐王推荐了啦 你别怕啦 然后管仲装了比较 装了比较健卑一点 就说 平常我们应该这样子啦 那个是社会上的礼貌 说 自己的主人已经死了 要不能保护主人 要在那边有什么脸 可以建固人 在那个黄雪 哒哒哒哒哒哒 不好意思嘛 给人家劝一下才可以 不能突然间跑出来说 我OK了 对到吗 所以那个保暑牙也是 装了了解他啦 装了上去说 这没关系 是小事情 那是小事情 我们有财的人 要看国家大事为重 要看世界和平为重 不是在那边 着着一个小的那个沼罗 是着了一个已经过世的人 我们是侍奉那个世界 不是侍奉一个两个人 我们是侍奉那个世界 不是侍奉一个两个人 太好了 听了就觉得自己很有 他有价值啦 他就不死啦 本来也许想死了 我不晓得啦 如果他想死 他为什么还叫病师那么 在那边唱歌那么快 好了 我们相信他啦 相信这边 不相信那边 没关系 OK 然后就他们两个同意啦 就保暑牙 就跑到那个奇幻宫里面 跟他讲话 就说 有两个事情 我要跟国王那个禀报啦 第一 为了国家大事 你应该断那个 世人的那个禁忌的那种恩情 这个我对主公非常非常同情 和抱歉 不过还有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我恭喜主公 因为那个世界的大财人 观众已经来到这里了 已经救回来了 然后主公从今天 会有那个贤师帮助 齐皇公就说 他那个人 射我一箭 这个仇我 那个还没有忘 那个箭我还留着 怎么能够用的他 还没有 等他回来就杀他 分尸他 变成一百片 还这么用他 还这么用他 然后就 那个就是无聊嘛 那个国王都这样无聊 不是 都是这样无聊啦 差不多啦 多数都这样无聊 听懂不懂 堂堂堂一国之君啊 一点 什么一点丑恨都不会忘的 谁讲他一句好话 他就记得很久 谁讲到坏话 哎呦 那个 善主会超生 会消灭 度量都很小啦 所以国王啊 平常应该有很多很多闲事 在旁边顾问才可以 很多那个人才 很多那个高僧大德 越多越好 不过多数高僧大德 他们不会跑到那个地方去了 听懂大家知道 都是演戏啊 他不想演啊 不想演的那个地方 也许有时候他无聊 他会去那边演啊 不过多数高僧大德 不会跑到那种地方 那种那个 涉水那边去盖什么的 不过还好有管众 还有那个保暑 大概半生半熟的 就可以用 因为他们也许命 是应该做这样采香嘛 应该帮助那些国王啊 不然的话 那个国王该什么用啊 更糟糕 有福没有德啊 他有福报 所以他才当王 不过他没有道德 可以应鸣地 主理国家和天下的大师 了解师父意思吗 那些采香 他们有德 不过没有大福 他没有那个君王之福 他有当官之福而已 所以用这个福报 帮助这个国王刚好 事实上他们都下来玩戏啦 一个玄当国王 一个玄当彩香啦 就跟那个电影一样嘛 一个人当主角 另外一个人有时候很出名 就当那个配角 对对对 钱比较差啦 不然的话没差什么 因为没有配角 主角也没办法 是不是? 没有主角 配角也没用等等 导演更没有用 然后在宝鼠牙就说 当忠臣谁都为他的主公益心的 所以那个时候 管仲只知道九公子是他的哥哥 齐王公的弟弟又是哥哥 哥哥啦 九公子 那个时候管仲只知道九公子 便不知道主公 因为那个时候 九公子就是他的主公嘛 那当然他为了九公子 设陛下 不过现在如果你重用他的话 他会用这个弓箭 射那个天下的那个大众 为了你 那齐王公高兴不得了啦 有那么一个人 当然听得到啦 听得懂还好还好 当王很容易 我已经说过了 当总统也很容易 主要是你要听话就OK啦 对 你要听那个聪明的 有智慧的 有才华的人 你就可以当王很久 而且可以办国家大事 非常非常英明 同样 何必我们做那个修行的人呢 不听生贤的知识 不听古人的那种叫法的话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做 我们自己小小的事情好呢 是吗 因为我们不知道啊 假如听那些比较有智慧的人 比较知道的人 自古以来任何的国王 如果有好的顾问的那个 参谋的人员在旁边 都会很英明的 是不是 他本人不用有才华 他本人不用有智慧 只要就是他有够谦卑心 够聪明度 可以听别人的意见 好的意见 他就可以当王的 所以你看 当王那么容易 你们要不要当 试看看嘛 找几个有智慧结合起来 然后我就当王 再加当一会就行了 OK 所以习王公 听那个保暑雅讲话以后 就饶那个 饶什么 饶那个观众了 不过也没有想用它 在什么地方 因为听保暑雅说 观众是非常非常有才华 不过不少的他才华是多大 所以没讲 没想用 然后就想把那个朝政的大师 全部交给保暑雅 回头就说 对 Spicy所以才会不是 因为他说 主公已经加恩 我的家族全部都有满足了 都有足够升华费用 我们已经非常感谢 不过国家大事真的 本人不够才华可以感淡 那习皇宫一直逼他 然后保守亚就说真的不行 我是非常有礼貌 懂了规矩 很尊重国王 不过有关政治的事情 我没办法处理那么 跟管总一样那么好 如果陛下强迫用我的话 一定会有害 比有利多 如果要有政治的一种才能的话 商应该跟天子有功劳 虾应该跟诸侯有试很多恩惠 然后让国家安稳 让国王越来越光荣 让流明天谷 这些事情 除非那些很奇才的人 奇人 普通的人做不到的 所以他认为他是普通的 不够那种才华 他说如果主公真的需要像这种才能的话 除了管义无以后 我没有看到任何人比他好的 华人如是 这个人非常有眼光 我们如果有一个 这样在这边多好 你们看他在哪里抓回来 喜欢公就勉强就说 因为他很相信宝鼠牙 宝鼠牙就跟他以前 到现在出生入世的 就跟朋友一样 跟兄弟姐妹一样 非常信任 所以任何好东西 他想给那个宝鼠牙 像当宝鼠牙 拒绝的时候 他当然非常 比较不舒服啦 不信任别人 当然我们人都是这样子 是不是 我们人就比较喜欢给我们比较习惯的人 生活在一起习惯 还有什么私人的感情 大家这样子见人情 所以做事才不好 有的时候 我们办公事应该很公正 看什么人有才华 我们要推荐他 我们要重用他 为了大众好助 不能为了 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因为他是我的姐妹 我的宋弟 所以我要用他 那个是错了啦 所以我们办事都为了世人感情 常常搞得很乱 国家也是这样子 很多国王密爱他们王妃 还有公妃美女 把国家当成开笑话的一种事情 然后变成家坡人王 国坡家王 自古以来都这样 所以我们修行的人 要学这些功课也是不错啊 当我们还没成佛的时候 暂时用这些方法也蛮有用 邱宝书亚就已经讲那么多事情了 其王公还是比较犹豫 然后我就说 好啦,算啦 既然是这样子 你教教他来给我看看 我试看看他的才华如何 讲话好像无所谓那个样子 我保暑牙就说不行了 他说以照他的潜意来想 如果一个人他那个地位很卑下的话 他那个地位很卑下的话 他没有办法控制一个有钱的人 意思说一个贫穷的人 没办法控制一个有钱的人 一个比较没有亲戚的关系 没有办法处理人家家族的事情 如果一个地位很卑下的话 没有办法跟那些比较高贵的人讲话 何况他们会听 所以如果主公需要管众的话 应该给他宰乡的地位 第一,应该对待他跟兄弟或是父母一样 才可以 你们认为呢? 对吗? 还要对待他像那个松长 像父母一样 这样子人家才帮你忙 难怪你们叫我师父 哎呀 我现在知道了 为了要利益自己 什么名字都给我了 给我这些虚幻的那种 虚幻的那种名利 给我工作了 要死 我中计了 今天看这个古人的故事才知道 原来中计好糗 然后他继续说了 已经要用人当财相 又要叫人去找 跟找小孩子一样 说会来来 比方说这样子 或是去找一个无名少数的 普通的凡夫一样 怎么能够可以的 他说不重视提的 不重视 这样子觉得太不重视 太随便了 广义乌是一位超人的 超越的才华的人物 足公应该选黄日 然后今生到他那一边 请他回来才可以 你看你看 请一个财相应该这样做 难怪起皇宫以后 当世界霸主嘛 是不是 他也值得了 能够当王 然后能够这样这么健卑 也不错了 今天这个世界多少国王 多少所谓的政治的国家领导人 能够那么健卑 有吗? 也许有 我们不知道 有的话很好 我们对世界恭喜高兴 对某些有那种国王的 或是总统的国家 我们替他高兴欢喜 越多这种国王 越多这种国家领导人员 我们世界越和平 越舒服 所以你们看了没有 当王应该这么健备 越高的人越要坚持 何况我们 我和你们两个没有什么地位 所以在这个世界 小地瓜了 我们还要跟坚持 是不是? 他就继续说了 如果他继续去旗环宫 那个保暑牙 他说如果主公这样子 这么重待贤士的话 天下任何的地方都会非常佩服 尊重主公 因为主公没有看重那个丝绸 而且为了国家大事 为了天下而重待贤财 所以天下一定以后 是做主公的 他讲得跟神算一样 跟算命一样 以后真的是这样 西皇宫点头了 OK了 这个国王真的非常好 所以以后他当中国的霸主 也是非常值得的一个人 你看 在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知道 那个保暑牙 是非常一个伟大的人 他没有依靠他的功劳 然后抓名夺利 没有那个淹没闲贤 是不是这样讲 一说把他抢起来 讲前话 而且又想尽办法 伤脑筋救他回来 然后献给他的那个主人 他当灌这样子 已经是世界最忠厚的 当人这样子 是世界最弦明的 当朋友 这样的世界是第一流 我们这个世界 如果能有多这种人的话 非常好 那我们最小修行的时候 提醒自己 最好做人的时候 最小这样这么做 应该主理事情非常公正 不能为了私仇 为了事情 而且压迫别人 我是埋没那个才华 让国家和世界 让国家和世界 越来越富有、越和平 我们看这个时候 如果什么人有一点才华了 就比较危险一点 很多时代都这样子 不过还是有一些 会重用那个人才 其实上宝鼠 她说她一点点政治的才华都没有 很小 不过我觉得她非常好的一个人 知道自己就是智慧了 自比自己百战百胜 如果她已经知道她缺点 就表示说她非常好 她是完美的人 我们完美的那个概念是错了 我们认为一个完美的人 就是她就坐在那里 眼睛也许闭起来 或是正的看人这样 那好不动啊 谁来骂她也不怎么样 站她那也不怎么样 那没有感情 没有关系 没有交友 没有任何的那种 里面的那种 那个人类的情绪啊 那不对啦 那这样子就你拿一块木头放这边 而是一块石头放上我们彩虹园那边好多 那个就完美了 不可能了 听懂吗 完美的一个人 就是她知道自己缺点和好点 缺点的话 她就把它压下来 放在一边或是控制它好 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用 那个好点的话 她就继续发达 为了利益别人 利益自己 那个才是像完美的人 一个完美的人 什么都是好 然后看她没有任何那种感情啊 没有那种 改变的那种生活的 这会太无聊了 是不是 我们世界需要一个 比较会办事的佛 我们世界需要一个 比较会办事的佛 比较婉转一点 OK 那我们修行的人呢 如果办事啊 没有比保蜀呀 那么谦卑 那么聪明的话 就会很惨规 因为我看你们中国 有太多这种好人物嘛 也不是太多啦 有一些啦 哎呀 太多是过分讲 我希望啦 希望有太多一点 所以再提醒大家 记得哈 我们学习哪一边 不如学习自己的那个四范围 任何的三个人 跟我们走在一起的路 那个闲人都说 其中一位一定是我们的老师 也许三个都是 每个都叫我们一点不同的东西 不过你们认为保蜀呀 赞叹那个观众那么多 你们认为他什么都 佩服那个观众啊? 不一定喔 他就是一个非常有度量的人 他为了国家什么都 把他排就方便了 像观众啊以后啊 跟那个国王一天到晚吃喝玩乐啊 他那个国王的宫殿啊 都很奢侈的非常豪华 然后那个观众也认为差不多一样 也弄差不多一样 他保蜀也不大喜欢这个品质 他常常跟那个观众讲 他说国王已经设食了 然后你那个当官 又不劝导他 要在那边也一起设食 是什么意思嘛? 然后那个观众就认为 这其王公啊 因为烹波已经很久了 非常辛苦啊 所以现在难得得到那个王位啊 当然给他休息一下 给他享受一下 给他享受一下 没有关系啦 这个不重要啦 事实上 保蜀牙没有跟他辩白 不过他里面不佩服 大概保蜀牙是一个比较 保蜀牙是一个比较 老手的人 生活比较单纯 没有那么多菱角 没有巧合 像那个观众一样 那因为他插在这里 所以观众就当彩香 他不行 既然他是知道是这样子 不过人心啊 都是会执着在某些地方 不然就不是人啊 所以他常常还是整那个 整那个他的朋友 观众是太设食了 他还跟着那个 豪华的升华跑 然后别的官呢 什么说 大家也是一起豪华起来 也没关系嘛 无所谓 能办国家大事就好了 很多贫穷的人啊 花了一个很辛苦的升华 很缺乏的升华 也不能处理什么国家大事 也不能把那个全中国 变成同意啊 也和平上主这样子 所以即使这个国王 他设食一点点 他能办事就有什么关系嘛 整个中国 只有他一个人设食 差不了多少啦 即使他把他全部 那个设食的财产啊 钱啊 都贡献给国家的话 那国家也不会 胜旺到什么程度 是不是? 所以没什么关系 所以你看哈 观众和保守亚 两个既然是这么好朋友 他们的概念 还会差了一点点 差一点没关系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也应该了解 我们的朋友一定有时候 会差一点的摩擦一点 这个没关系 我们应该允许大家 有他自己本人的那种概念 还有本人的那种思想 不应该两个朋友 一模一样 这样无聊死 这样一颗就够了 何必两颗? 浪费是不是? 是吗? 没有很多作用 可以同意 一大部分就好了 观众 他因为知道这种轻重 他分别别很清楚 所以国王奢侈一点 他不会骂他 他不会给他难过的 因为其实这个国王 也非常坦白 第一次看到观众的时候 他跟观众谈那些国家大师 病师什么用法什么的 观众都一直回答得很流利 流利 流利 所以他不是听保暑牙而已 那后来因为知道 观众真的很有才华 所以他才很愿意 把那个财相的位置给他 而且他叫他重负 很重大的一个负金 了不起啊 今生的 好像国王的负金一样 所以他也是蛮佩服那个观众 所以他也是很坦白 他跟观众讲 正有一个毛病 是比较喜欢女色 这样子对国家会不会伤害 观众都说 没有 不会 这个贪女色 不会对国家有伤害 不听身弦的人 那个民间 才对国家 天下有伤害 也是对了 因为事实上 如果一个国王 他没有毛病的话 他就不会用这些好的人咯 他什么都会啦 就大家没事该啦 然后如果一个人 太完美的话 他心情会蹦 听懂我意思吗? 太紧了 就看东西 不会那么清楚 所以保鼠牙 没有伤观众 那么精明 有没有看到? 因为保鼠牙 太道德了 太直了 太精脸了 太好了 太完美了 观众 反而不一样 他知道应该怎么做完美 不过他不在意做不做 该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为了大众利益 他不顾自己完美的公事 那种旷起来 那种该做的那种很杂宅的那种方法 而且他全部放下为了伺候国家 所以插在这里 国王也是一样 如果他每天都是主理国家 大大师 24小时 女孩子也不看 三层海味也不碰 什么都没有的话 你认为他能做多久天 三天最多 他会死啊 不然他精神会坏掉啊 他会变成不正常 不平均 不平均 了解 然后他没有办法了解任何事情了 因为他那个眼睛啊 太其重在一个地方而已 然后他看不广 像我们去考试也是一样 有吗 去考试 那考试明天 今天不能在那边学了 学不到任何东西 更糟糕 所以最好放松了 是不是 平常我们考试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就是考试明天 今天那天 就不能学任何东西了 算了,算了 这样比较好 精神比较放松一点 才能够想得通 我们精神太紧迫的时候 能不能想通什么东西啊? 很不行 所以打坐的方法 是逻辑在这边 因为我们每天匆匆忙忙 眼睛、智慧 那个什么 头脑都放在一个地方 懂不懂?好窄啊 然后没办法想到那个答案 像你看任何东西 你看太近这个样子 你看清楚吗? 可以吗? 可以吗? 不可以 所以还是要有距离 要有空间、有时间 我们才能够处理很多事情 同样我们修行的人也是这样 有时候以前你们刚来的时候 有一些人在外面这边大帐篷 以前没有那么多土地 大家都乱搭 我住在这边 你们住这边 然后搭帐篷 然后我在那边喝茶 很多人在那边还批评怀疑 奇怪 民事怎么会喝茶聊天呢? 民事才要喝茶聊天 一个老师他可以出去玩啤酒、足球、高辅 开车去玩 他已经毕业了 他什么都知道了 他有一点不知道 他慢慢练习 没关系 学生只要去那边烤水 他要做功课 他要辛苦 老师他自己调整自己的时间 是不是? 他干嘛还在认辛苦跟你学一样呢? 是不是? 他是有他辛苦的地方 他晚上也许要看书 要准备明天的那个给学生的那种功课 或是一种讲话什么 不过他不用这么辛苦 不是像学生一样那么辛苦 他知道他调整时间 学生不能调整那么多 不过也不要太过分 所以有时候我们打桌、打餐器什么 我们都有那个考华 有时候节目、跳舞什么的 还是有时候我们有节日 都穿漂漂亮亮的衣服、好玩 然后修行还是一样好的 有吗? 有没有差? 什么人有差?举手有看? 有差好、有更好的 是不是? 有进步吗? 偶尔放送这样子 回来就可以了 是不是? 同样那个牛马也是这样 何况人 你一直给他工作 跟田整天24小时 他行吗? 行吗? 行吗? 那不行啦 他会死掉 牛马也是这样 七七也是这样 车子、飞机 任何都一样 都需要时间保养、休息 他放送才可以 那个美国总统有一个 如果有时候 国家的事情太烦躁 他就会去举丸 他就带了 他拿了一天 那个暑假 休假或是什么 一两天 他举丸,他不管了 事实上他在那边做事比较好的 听懂吗? 有时候在那边然后想了 有时候上我们有一些什么问题 我们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 一直避自己 因为时间啊 要赶快做好 然后才好 结果避不好 等一下说 算了,算了 去睡觉啊 去看电视 不过在那个时候 我们那个下一次啊 不会看电视的啊 我们那个灵魂 我们智慧 还继续工作的 所以他有时间的时候 他会慢慢告诉我们 那个无行众的时候 告诉我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有时候我们去看电视完以后 回来看的 哇,知道怎么做了 我常常就一样啊 多数的事情师父在床上主理的 不是在这个时候 穿那漂亮正式的衣服 然后讲话那么多 这个时候没主理什么 我在没有工作的时候 才真正的主理事情 那个时候有空 那个时候才比较静静的 OK,这个是说世俗的事情 无形的事情的话 随时都要处理 OK,祝大家快乐